大陵慈愿的大爱农场 已经迈入第五个年头 以自然农法一年耕作两次 农场出产的健康珍珠米收成后 免制成营养又健康的培芽米 农场出产的健康米粒粒饱满 上人更因此而将它定名为大一王珍珠米 在岁末年终之际 全球慈祭人默不期盼着 亲手领取上人与金社常驻师傅祝福的红包 福惠红包上磕磕饱满金黄的稻碎 来之不易 每一颗鼓励从插秧到收割 皆是众人汇集而成的爱心结晶 而大爱农场出产的黄金稻碎 也随着福惠红包的祝福与全球会众结缘 因为福惠红包里面的这个稻碎它代表的是祝福 它更代表的是在大林这个地方 我们从土地里面真正的用心去栽培出来的 那那个代表的不但是有机 更重要的就是那个对生命 包括所有的万物 对这个地球的我们的感恩 然后借着上人给所有全球慈祭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把这一份的一个关怀地球 关心所有人的观念 能够把它散播出去 插秧更座的季节 大领祠院同仁齐家带卷 骑着脚踏车前往位于大林镇上 上林里的大爱农场 带上斗笠亲自夏田耕种 历经一百多天 青绿的央苗长成黄澄澄的稻谷 收割丰收的时节 也是家庭亲子日 医院同仁大手牵小手 夏田体验农家呢 连到大领祠宴实习的斯里兰卡医师 也和大家一起帮忙 刚收割下的稻碎粮有不齐 因为完全没有喷洒农药 并崇害与灰斑的情形十分常见 刚采收的稻子送回医院 云家地区师兄姐细心去除稻草 整理排列 稻梗更用尺 丈量固定长度 再整理陈述 师兄姐专注认真 防护的手势 以数数浸泡 驱虫精油与压克力后 配合着充足的日照 才能防眉防虫 繁杂的过程 足见师兄姐 呵护稻碎的耐心与用心 当您收到这岁末祝福的福慧红包 是否感受到众人深切的祝福 祈愿这些种子 能如上人的期许 稻碎的稻种 可以在人人手中 在人人的家庭里 都能发心做一颗福的种子 一生无量 无量从一生